今年第75届全國橄欖球錦標賽 來自新北市淡水區主委高中的校隊 也參加了這一次的比賽 雖然沒有擊敗建國中學拿下冠軍 不過學校也將這次的比賽 視為非常重要的學習經驗 而校方希望能夠邀請到淡水三支地區的 國中橄欖球隊員 來參加主委高中的橄欖球隊 讓球隊在地化把好的選手留下來 今年第75届全國橄欖球錦標賽 來自新北市淡水區主委高中的校隊 也參加這一次的比賽 雖然沒有擊敗建國中學拿下冠軍 不過學校將這一次的比賽 視為非常重要的學習經驗 教練表示 對手球員體型壯碩 有身材優勢 球隊本身必須依靠速度和體力 才能夠戰勝 所以精實高強度的訓練過程 是每一位球員所必須經歷 教練也會積極投入改造 幫助球員逐漸成長 並且獨當一面 其實比賽一定有輸有贏 但是過程中 從我們集訓準備到最後比賽 其實這對孩子來說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驗 因為讓他們知道 要完成一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再加上說 我們這邊就是存在地化 讓孩子可以 我們並沒有更多的優勢 那就是要靠著我們自己的力量去 應付這場比賽 教練表示 橄欖球雖然給人野蠻衝撞的印象 但實際上是非常強調 紀律團結尊重的運動 而足為高中位於新北市淡水區 球員大多來自淡水三之石門 球隊資源匱乏 相較於其他學校的強隊而言 可謂小蝦米搏大鯨魚 對我來說非常有意義 因為我們集訓也蠻久了 然後準備時間很長 然後老師也盡心盡力的陪我們 所以這兩個月其實來說 對我們全部人來說都是意義很重大 我們比賽雖然我們最後沒有 跟我們設定的一樣 就是拿到冠軍 可是我覺得其中的過程是非常珍貴 然後也是我未來非常重要的回憶 過程中是非常苦的 然後大家也都互相鼓勵 互相幫忙加油 說一定要咬著一定要咬著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過程 即使我們最後沒有拿到我們想要的目標 可是我認為這是一件很好的事 也讓我們學習到堅持不放棄 面對這次的比賽 雖然沒有能夠拿下理想目標 不過隊員也將這一次視為 非常重要的學習經驗 而校方也希望能夠邀請淡水三之地區的 國中感男球隊員來加入主委高中 讓球隊在地化把好的選手留下來 球員身心素質訓練質量不斷提升 相信未來戰機建物加進可以更上一層樓 記者許多恩怡在選擇方法道